说到第三战的战争英雄,徐悲鸿的这幅《翻步游画》是他20世纪、20年代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画作之一。 他是最早在欧洲接受艺术教育的华人艺术家之一。 这幅肖像画中的人物是战争英雄林某胜的父亲,林璐。 林璐是著名的企业家,拥有多家公司,还被视为19世纪建筑承包商的先驱。 建造了维多利亚纪念馆、旧国会大厦、两墓园酒店和凤山市等标志性建筑。 林某胜在他父亲于1929年去世之后接手了家族生意,而徐悲鸿当时与林某胜往来密切,并受林某胜的委托,于1927年开始创作这幅肖像画。 林某胜是华人社区的重要人物之一,尤其是在中日战争期间,更是一名激进的抗日分子。 他负责招募和训练抗日特勤人员,并组建了一支中英联合特勤部队,136部队。 他于1944年初被捕,惨遭苦刑,但仍拒绝向日本人提供任何情报,他后来不幸在狱中去世。 1946年,1月13日,数千人聚集在政府大厦参加他的葬礼。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,这是一个沉痛的时刻,但只要我们不忘历史,它就会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